这是我离月球最近的一次 这个可是真的曾经去过月球的哈苏相机的后背 无论之前听过多少次人类登月的故事 都不及我亲眼看见 被宇航员从月球表面带回来的哈苏相机后背来的震撼 我们仅仅隔着一道玻璃 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后背上的每一道划痕 每一个标记 以及为了能在宇宙无重力环境下 沿在宇航符上的魔术贴 这些细节都让我起鸡皮疙瘩 这些哈苏相机在这里 瑞典的哈苏工厂里被制造出来 达成了火箭走上了前往月球的旅程 最终又回到它诞生的地方 为我们讲述登月的史实 还有更多的哈苏相机 从这里被发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历经几十年的旅程 经过无数次转手 其中的一台在2020年来到我的手里 为你们讲述了很多期取景器里的故事 2022年的10月 我竟然收到来自瑞典的邀请 去观摩2022哈苏国际摄影奖的颁奖典礼 我因为这个机缘终于能带着自己的哈苏回家了 一下来这个空气就让我们感觉来到了北州 真凉快 三年前我通下决心买下手里这台503N4X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横跨欧亚大陆 带他回家 拍下他家乡的故事 现在咱们去看一下哈苏先生吧 我来给他复个膜吧 哈苏先生为我们复膜 什么叫复膜 叫Buff 我们选择先到斯德哥尔摩 然后再坐火车前往格德堡的路线 在酒店里拉开窗帘就能看到这样的风景 嗨 哈喽 看我 这什么玩意儿 太难了 我们不赢了 我们两个都不会系领带 李懿参加活动还出发又一个小时左右了 我们去找到酒店里的这个运衣间 打运一下 开关在哪里 回想我这辈子穿西装的次数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我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场合 我们刚才很艰难的把领带 看着YouTube上的视频 是细了一下 往后退一下 大家可以节能性吗 评价一下 小白记得 不不不 这个 别说是我记得 参加活动就来 哈喽 小白记得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合 我们很少参加这种活动 这个上次打脸 前面的这个大楼就是今天晚上参加活动的地点 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活动的牌子 哈苏基金会颁奖典礼 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亚洲面孔 大家也都是用瑞典语或英语交流 流程是先在这里喝点小酒 互相认识聊天 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哈苏的工作人员 天知道我俩有多尴尬 英语不好整得在角落里偷偷喝酒 就这样一个小时后 进入到颁奖典礼会场 开始颁奖 这个奖项和哈苏大师不同 是由哈苏基金会举办的 而不是哈苏相机 获奖者也都是对摄影有巨大贡献的人 比如安塞尔亚当斯 布列松 这样的传奇人物 今年的得奖者是来自印度的一位女摄影师 Dainette Singh 她的作品虽然我并不是完全懂 但是展览方式还是特别有趣的 她打破了以往一张照片就要好好装表 挂在墙上固定起来的这种传统方式 而是开创的能够自由活动 组装排列的照片箱 以及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展览的口袋画册 在她的展览里 每天的照片都不一样 就像是有了生命力一样神奇 让我大开眼界 在最后 还有获奖者选择菜普特晚宴 吃的是由瑞典当地食材 制作的非常精致的料理 据说2019年三山大道获奖时 选择的是大家一起吃汉堡 第二天哈苏的工作人员 带我们参观了瑞典的哈苏办公室 来到瑞典的主物 这里自然是有着各种各样稀奇的哈苏相机 我根本都认不全 甚至还有一台曾经公开发售过的 法拉利版哈苏 我们在一起聊的很多 从每台相机做色彩标定 需要花上几个小时 到周杰伦的MV 让哈苏500系列价格暴涨 对 我记得那两次 我们看到那个视频 他给了女孩 还有维克托哈苏先生 曾经用中华服胶片拍鸟的日常 真的很开心能用机会参观哈苏的办公室 不擅长社交的我们 也终于结束了都市里的生活 接下来总算是能让我暴力那台归家的哈苏503 拍下他家乡的风景了 我们到海边了 哇 宝宝这个好像挪威啊 好看 上船了 哇 好大风 这个船坐起来真简单啊 直接就上了 我更喜欢了解一个国家的方式 不局限于尝试 而是要走进乡村小镇里去看看 我们现在正要坐船 去瑞典割刀堡市旁边的小岛 看看高楼大厦之外 属于瑞典的传统风光 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要下雨了 已经在下了 然后我两个摸伞 暂时问题不大 我俩这女佣服能泼点水 哥德堡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就是天气变得比小朋友的脸还快 刚才船上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 这才不到10分钟 就突然开始下雨了 那下雨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树下躲雨 这些雨感觉还不小呢 说哥德堡就是以雨而闻名的 是啊 来的时候路上向天挺好的 突然就不行了 第一次说我们俩可以吃 这个镜头必须要保护好 好 都不断了 别从这第一印象 那边就 merci了吧 是 那还有你 每个摄影师的三脚架上都沾满了鲜血 以前我用那种扣持三脚架的时候 无数次把这个手夹破夹掉肉 我刚刚用这个 也夹掉肉了 好痛啊 还是先拍照吧 管理一下疼痛 这样的天气太有感觉了 刚才打了几个大雷 听这个风声 我已经用了很强力的麦克风防风罩了 但还是被这里的海风给打败了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经历了从晴天到雨天再到晴天 然后就刷新了我对暴风雨的认知 天出我也 这就来了个厕所让我们躲雨 这是个厕所 这是厕所啊 哇太好看了 在我前脚走进屋檐下躲雨的那个瞬间 哇什么情况 你刚刚回来就这样 哇去 哇去 哇 我们这狗屎晕啊 这太恐怖了吧 刚才这狗屎晕刚进来快一点就这样了 哇去 这打伞都没得用呢 哎 这是拍电影吗 下冰雹了 这暂时还不敢熟悉呢 待会再来一下 我俩真彻底废了 我俩被困在厕所这了 现在这个雨又变大了 我们还想再雨变小一点 赶快慢慢移动了 具体我想吃午饭的餐厅 还有7分钟的路程 但是现在这个雨的雨量 我们7分钟走过去应该就是差不多了 再等一等吧 虽然被淋得很狼狈 但是每次回想起这次割刀堡之旅 我最先想起的都是和小螃蟹一起 在瑞典的某个海岛厕所边 捅过了猛烈的暴风雨 来得快走得也快 乌云很快就被吹走 阳光再次照射过来 雨停了 第一次离这个小布这么近 真好看 我们到这个海岗旁边来了 咱再看这边 能看到旁边的岛 这是对面的小岛 真好看 天晴了 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吧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吃的餐厅 这就是北欧 上一秒口风暴雨 下一秒晴空万里 看着波光灵灵的海面 坐在有些刺眼的海景餐厅里 在这样至高的时刻 我们还听到了瑞典语的生日歌 现在真的很后悔自己没能勇敢一些 为他献上来自中国的祝福 如果还能用哈苏给他们拍一张胶片合影 想必一定会传为一段佳话吧 不过好在吃完饭后 我鼓起勇气 跟餐厅后处小哥大了话 问他能不能给他拍张照片 然后小哥就下来了 因为胶片暂时没办法充起 所以我送给了他这张照片 你是说这些小玩意吗 对啊 刚好还反射出来后边的那个光线 很漂亮 这个卷又完了 拍了三卷了 还好这次带的多 带了酒盒 酒盒多少钱 酒盒5000万元 人文币吗 人文币5000块钱 还没算冲洗呢 冲洗再翻一倍 一万块钱 拍完了就得交出一万人民币 你在逗我吗 我们终于找到了展望台 就是最初吸引我来到这个小岛的 那个照片的地方 我们让我们上去吧 在小岛的最后一点时间 我找到了一个绝佳展望台 打算在那里 欣赏今天的日落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高度 就能够一个非常棒的角度 看到这些房子呢 这个风味也太大的 这个小岛 我今天下午刚发微博说 我们总是在荒野求生 很少在城市里边闲逛 今天就又来荒野求生了 真的是感觉没有几个人的小岛 但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两个一直都是 没什么人的状态 这有吗 它这招台是这么上的呢 想拍啪啪 要热了 瑞典的传统风景 是由美丽的海岸线 和红色小房子构成的 这些房子的红色非常特别 据说是古时瑞典皇室青睐的颜色 也是瑞典穿上了好几百年的法轮红 它甚至还有专门的色彩序号 很开心能有机会来到瑞典 这个孕育出哈苏相机的美丽的国度 我是Links 我们下期再见 好久不见 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美丽一趟 谢谢 我们今天第一天的瑞典的行程非常的丰富 都多亏了它安排的特别好 然后呢我还帮它从日本带来的一件 它期待已久的东西 从日本买的瑞典相机 带回来的瑞典 出口转内箱 这宝贝来了 不大 一卷 胶卷 一卷还是四卷 二一盒 五卷 这个才最重要的 这什么呀 哎呀 CMOS巫贝脏啊 没有 没有 没有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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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数个都不两个 4 是